大家晚上好啊 哎呀 现在我这个对中东的这个预判呢 啊全部正确 全部正确啊 之前说过啊 最大一把火是伊朗 那么 美国啊 真准备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这事闹得挺大呀 而且我那个画地图的那几期节目啊 现在有人 我听说有人给我翻译成英语 打上英语字幕 给白宫发过去了啊 这个特朗普带这个伊万卡全家 当大电影来看呢 我弟妈呀 我弟妈呀 我画个地图 竟然当大电影看 而且是美国总统在看啊 啊 这智商 是不是以后基本告别自行车了 哈哈哈哈 哎呀 既然美国总统喜欢看我这个节目啊 我也说点干货 是不是 哎呀 挺有意思啊 你说我这么一个 是不是 在中国最偏远的西伯利亚生活的一个人 竟然把这个国际大事给预测明白了 我再告诉你啊 今天啊 说点干货 你订阅我频道 啊 绝对没有错 嗯 有的时候人呢 是不是 看不清这个世界只原身在此山中 你像我这种人呢 身心啊 心境啊 是完全跳脱于这个尘世间 跳走了 跳走了 已经飞入仙界啊 在这个上帝视角来看这个世界了 已经没有什么宗教啊 民族啊 血缘啊 历史 这些障碍阻碍人 完全在一个完全完全啊 非常高的高度来看 那你这个世界其实看得很清楚了啊 下一步要干嘛 既然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啊 这么喜欢看我节目啊 带着伊万卡 是不是 跟看大电影似的 我看这个 白宫怎么要集体学习啊 拿我视频做教材 集体要学习啊 那我告诉你啊 特朗普先生啊 你怎么样啊 在中东放这把火 我告诉你了吧 我上一个视频 我告诉你了吧 教派冲突 实践派与逊尼派的冲突 这个冲突啊 大家要记住 这个是美国啊 现在在中东点的这把火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什么 炸药 点着了以后就炸啊 但是美国炸之前呢 你记住了 点炸药 你玩的小小鞭炮似的 点完以后 马上你得跑啊 你得离开现场 再给你给崩着 那么我告诉你大家 美国下一步要干嘛 特朗普先生 你也听清楚了 你下一步要干嘛 要干嘛 听我的 首先伊朗啊 和美国啊 你记住美国和伊朗是不会打起来的 他们俩是不会打的 正规军力不会打 代理人呢 会有小规模摩擦 美国下一步要做的 是撤出伊拉克 撤出伊拉克 撤出啊 这个逊尼派和什叶派 中间地带 很简单啊 现在中东这把火啊 经过美国 二十年左右 已经啊 将有实力在中东 掌握大权的消防员 全部消灭 呃 最早的时候 是一批那个什么 呃 美 比如说伊朗当时 是吧 伊朗 中东比较强的一国家 那么经过伊斯兰革命 美国要把伊朗 削弱啊 制裁伊朗 现在伊朗很弱 伊朗并不强啊 相对来说强 但是 这个 这个伊斯兰世界 其他国家 你看啊 萨达姆 能制衡伊朗的萨达姆 被美国直接给上吊了 直接干掉了 卡扎菲 直接就枪毙了 呃 几个强权人物 在中东的几个强权啊 基本上处理掉了 就是中东这个地区 没有强权 你记住啊 国际政治人士 没有了强权 就是 大滚一死 那小滚就泛滥了 小滚就不能控制这个地区 现在这个地区的唯一的最大的鬼是谁啊 美军 美军在这个地方还能镇住一些小滚啊 把一些小滚镇住了 什叶派呀 逊尼派 还不至于啊 打起来 但你要记住 美国在这个地方啊 看着好像是在这来救火啊 时不时还放一把火 但是美军一旦撤走 撤出伊拉克 你记住了 这把火会烧的非常大 非常大啊 就像我之前说的 啊 现在都要求要求美军从中东撤军 我觉得特朗普先生可以啊 借坡下这个驴 你就撤出中东 美军一旦撤出中东 那么中东剩下的一些小滚 一定要争抢地盘 伊朗首先啊 不会跟美国干啊 伊朗 伊朗那个领导人不是傻瓜 他知道能不能打过美国 他打不过 他不会打 他要的就是你美军撤走 我觉得美军啊 这次把这个伊朗啊得罪了以后啊 他会借这个理由撤出美军 撤出美军 从中东 后撤 至少也要撤到哪儿 撤到这个这个 逊尼派的后方 撤到最后面 而把前面伊拉克这个中间地带 以后伊拉克可能就是实践派与逊尼派的主战场 这个地带啊 包括叙利亚 那么这样一来 美国可以借这个坡下这个驴 正中美国计 伊朗呢 非常希望美军撤走啊 撤走以后 伊朗可以在中东地区做大 他做大的目的是什么 说白了 最后要跟逊尼派决战 你记住了 中东这些 这个 这些穆斯林的国家 最后的啊 不是要跟美军决战 他打不过美军 最后是要和 自己的异教啊 这个这个宗教里边的这个 异见分子啊 不同宗教信仰 同一个宗教吧 不同派别的 要进行派别派系斗争 这是第一点啊 他们最 他们现在 主要的矛盾在这 所以你就大概明白了吧 特朗普先生应该明白 下一波该做什么了吧 跟伊朗谈案 从伊朗手里拿到好处 我美军撤 该给你的 给你一些地盘 我撤走 然后呢 伊朗什么 做大 做大以后 实力派和逊尼派 在这个地区爆发 大规模冲突 另外还有一个小救护员嘛 这个普京嘛 俄罗斯 趁机可以啊 调解这个火的大呀 小啊 为啥呢 国际油价 国际油价 听懂没有 最近这个伊朗一紧张 油价是不是涨了 俄罗斯进钱包的 钱又多了 但是啊 这个俄罗斯会调解啊 不能让这把火烧的太大 这把火烧的过大油价 涨上天 对俄罗斯也没好处 你记住了 因为呢 石油制品是必需品啊 但是你油价过高 很多国家会采取 替代能源战略 那你石油的未来啊 就被很多新的能源替代了 反而不利于长期挣钱啊 这石油国家 他要啊 这个价格不能冲过天 但也不能低到底 对我最有利 他所以他需要调节啊 一会让他涨 一会让他跌 这么来调节 那么俄罗斯在中东有基地啊 现在看来已经摸进伊朗了 所以后续呢 俄国会调节这把火的大小啊 但是呢 这把火还是要烧起来 这是一定的 所以今天你听我的 我也跟你说清楚了啊 中东的未来 这个第三次世界大战 第三次世界大战 应该说是中东的第三次啊 世界大战 其他国家呢 还是观望 但是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啊 因为中东这个逊尼派和实业派 打起来以后啊 中东的石油就会什么 非常危险了 像有些国家肯定不同意啊 不同意这样的事情发生 但是美国会非常高兴 因为有些国家如果中东石油一断 俄罗斯是个柴油国 但是俄罗斯的石油 不可能什么 不可能供给到全世界 咱们中国实际上有一部分 跟俄罗斯签的条约啊 所以俄国会 会有一部分供给到中国了 但是剩下的一部分怎么办呢 从非洲安哥拉可以有一部分 那中东的石油呢 美国来代替 所以美国呀 你看这个算盘已经打得很清楚了啊 中东这个油田一烧着了 逊尼派实业卖 一互相内斗打起来 美国跑得远远的 这炸药我点起来 你自己炸吧 炸完以后 美国卖自己的油 又卖给全世界 卖给中国 卖给日本 就该买美国的油了啊 多远也得买 为啥 中东那地买不着油了 特朗普先生可能也啊 是不是看我视频 我希望啊 我的视频对你有启发啊 毕竟你是美国的总统 你要干的事啊 我已经想清楚了 你看 你后面干的事 我都告诉大家了 大家呢 也来慢慢 按照这个后面的 这个剧本流程 看一看啊 看一看跟我今天说的一不一样 美军会不会撤出 伊拉克 现在撤出伊拉克 你看啊 肯定是要撤啊 把要打仗之前 先得撤回去嘛 是不是 这个地方要打了 那我放完炮 我就得跑啊 听懂没有 所以美军肯定是要撤出伊拉克的 那后续逊尼派和实践派的战争呢 在不久的将来 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上演啊 美国油呢 也会卖到中国来 卖到世界各地去 卖到欧洲 卖到这个日本 美国也会挣一笔 是吧 战争财啊 这个卖油也是 这就是未来的走向啊 我这个人 他说了很多吧 最后都应验了 我在美国说波音 波音737就停产了 在这个 就在这个沙发上 我说过吧 黑鹰 说过这个西克斯基的直升机 没有俩星期 台湾的飞机就撞山了 今天我说了这个中东 我也来说说台湾的这个什么 武统这个事啊 如果中东内地区爆发非常大的危机 非常大的危机 台湾呢 你不能置身事外的 今年年初就已经发生这么大一个事 美国全国现在这个热搜 都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如果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呢 那武统啊 是不是 既然是世界大战 武统就不是什么大事 都打仗了 中国收复台湾 也是顺理成章 现在台湾蓝绿啊 其实心里都没有个底啊 什么时候来收复台湾 什么时候来武统 他们都不知道啊 伊朗出这么一个事 后续的走向 我也告诉你了 后续的走向 美国不会跟伊朗打 但是伊朗啊 有可能跟这个世界派和逊尼派 在中东地区爆发一个巨大的规模的战争啊 武统台湾 武统台湾这个事啊 2020 2020啊 可能性越来越大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已经很乱了 世界已经基本没有秩序了 所以在这个世界没有秩序的情况下 你之前按照原来世界秩序 你推断出来的所有结果都要推翻 按无序情况下 你要重新推一个结果 重新推 今天晚上我就给你推背图 是吧 古代两季 一千年前有个推背图 唐朝时候 那今晚上我就把萨沙给你推个背 也来个推个背 推背图 你听明白没有 今天晚上我给你推的这个情况 就是最新的 21世纪推背图 中东已经推完了 推完了 成真了 伊朗这个地方真成真了 美国这把火在中东放的 被我说中了 后续美国啊 你看他现在这么凶吧 他这么凶的目的是为了撤出这 你明白吧 他要跑 要撤出来 我放一把火 把这个炮上点着了以后我就要跑 这地方要炸了 听明白啊 那东亚呢 东亚地区呢 东亚地区就不能按原来这个原来那个种想了啊 想要什么这个稳定啊 是不是 也不一定了 也不一定 我只能说不一定 具体呢 到底怎么发生 发生的经过啊 武统的经过和武统怎么发生 发生的时间 我现在只能大概啊 就推断一下 我之前也说的很清楚啊 什么时间 看我以前节目啊 发生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啊 这个中东这个事已经被我说中了 那后续武统这个事 我觉得这个 基本上80%了 时间问题了 就是 很有意思啊 这个世界啊 越来越乱 越来越没有秩序 但是你看我 我给你个秩序 我给你个结果 对不对呢 还是啊 事实来验证 挺有意思 我现在说出很多事了 我现在都不敢说了 我 哎呀 我这一张嘴很多人命出去了 我天哪 但美国车出中东啊 撤出伊拉克 这是一定的啊 那美国 这是最最简单一个逻辑啊 就是你要干什么事之前啊 先把架势做起来 他要跑之前 那意思我先给 要给你打 目的啥 我要跑 所以美国肯定要是要撤出伊拉克的啊 咱们后面看 武统呢 我就怎么说呢 还是既定方案啊 我大概认为应该是在今年了 今年 嗯 什么时间呢 待定 但是肯定是我认为是在今年 今年呢 一年初就发生这么大一个事啊 那后续 还有可能有一些连锁反应 把不定什么时候来 嗯 我后面的节目啊 后面我会专门找一期 今天台湾那个伊朗那个事啊 给你推完了吧 后面我会专门找一期节目 我要推一推台湾这个事啊 关心的可以点啊 可以点开 行了 今天就说到这啊 推背图啊 我这期节目关键不关键 未来的中东局势 看这期节目 你大概心里有个数了啊 我先给你推一推台湾的 这期节目 你帮我推一推台湾的